欢迎回来 用卡带听音乐是四五六年级生的共同记忆 虽然80年代之后逐渐被CD和数位音乐取代 可是那种用卡带随身听放音乐 还有用手指头和铅笔转动卡带的感觉 你是不是很熟悉呢 最近在美国举办了一个卡带唱片节 带乐迷回到用录音带听音乐的时期 也吸引很多收藏者 一起回味音乐放在卡带里可以被触摸的时光 拿出录音带放进卡带随身听 按下播放间听音乐 不过是大约三十年前的事 今天都变成古董了 它是一种适合的产品 它是一种适合的产品 它是一种适合的方法 是一种适合的方法 这不是电视的方法 人们想要一个电视的方法 电视的方法是简单的 但是这就是电视的方法 带你回到一天 音乐是一种适合的产品 美国纽约举办卡带唱片节 现场展出各种旧式音乐载体 特别是卡式录音带 卡式是从法文卡西翻译过来 这种音乐储存方式 可以自然保留录音的环境氛围 音质虽不比其他载体来得好 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卡带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触感 除了标准的塑胶外壳 有些会用木盒 合成金属 或者其他材质代替 吸引乐迷收藏 卡带和里面的印刷品 也同样令人迷恋 磁带还有锯齿状的圆 播放机器的转动声 还有按键跳起的声响 都是卡带音乐的特色 卡带风光一时 乐迷怀念可以聆听和触摸音乐的时刻 那是科技再进步也无法取代的